张男前天和前妻相约在友人住处谈判 未料竟抓狂吃刀砍伤前妻 被衣杀人未遂罪前送半 记者曾见又翻社分享 张姓男子上月和结婚二十多年的周姓妻子离婚 儿子未解开父母心结 前晚约父母到友人家沟通 不料张晴旭失控朝周女挥刀 并大喊你一直说谎要让你死 索性紧急送医急救 捡回一命 张则被衣杀人未遂罪嫌送半 基隆警三分局暖暖派出所调查 张姓男子五十四岁 和大陆籍前妻儿子原本同住在桃园 家庭相处融洽 前阵子夫妻常吵架 最终已离婚收场 张独自回一拦住 张的儿子二十五岁 未解开爸妈心结 前天傍晚六点多 一家人约在基隆朋友住家 初讨论离婚后财产分配 也希望双方把话讲开 未料张早已准备好菜刀 藏在厕所谈话到一半 情绪转去激动 到厕所拿刀砍前妻 你一直在说谎 我要让你死 张作案时激动大喊 周女婴又要穿刺和病内出血 伤势严重 紧急送医捡回一命 警方到场逮捕张 他说我敢做敢承担啊 张公称前妻最近受朋友影响 整个人都变心了 怀疑他被下降头 又在外头男人才吵着要离婚 张的儿子说原本想借机 帮爸爸解开心结 未料竟发生意外 对父亲很不谅解 我们看到刀已经来不及了 张的儿子说 爸爸从厕所出来就到妈妈后方 亮出刀子往他背后捅下去 他和屋主上前架 助爸爸夺下菜刀 妈妈吓得往前跳 还打翻热水壶遭烫伤 冲出门后又摔进水沟 因此伤得不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